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一下美国大选 我们前面说这个美国大选有一个神奇预言 可能很多朋友不太认同 那我们就来讲一个中国的朋友比较认同的一个规律啊 就是成龙背书拜登 那这个恐怕按照这个成龙的魔咒来说 拜登是要完蛋了 那么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啊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呢还是简单说一下美国大选的那个神奇预言 我们在美国大选的神奇预言当中提到了 有人用占星盘的这个战术呢 预测了美国大选的神奇走势 就相当于说在五月的时候呢 拜登说宣布胜选了 然后川普反击在亥月的时候 那么这个亥月呢应该说是按照中国的龙历计算的 大概就是在11月的中旬左右啊 就要进入到亥月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那可能很多朋友说 哦这个只是一个占星术 呃那现在呢 我们再在这个神奇预言的这个基础上 加一道安全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进一步论证啊 这个神奇预言还真的是很有可能去实现啊 也就是拜登的败亡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败亡呢 是以陈龙啊 作为一个保险的啊 陈龙大家都知道啊 呃工运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物啊 呃 你看看他居然跟拜登还一起拍过照啊 一起拍过照啊 就是呃 按照这个一般的说法 那陈龙应该是背书拜登的 大家都知道呢 陈龙他喜欢代言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但他实际上啊 是一个公认的摔神啊 他是一个公认的摔神啊 可能很多朋友不太认同 哎 你为什么说他是公认的摔神呢 啊 当然很多朋友 反正是从他不断的去舔贡这一点来看啊 就是很讨厌他了啊 当然讨厌归讨厌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事实情况 他真的是一个摔神 那也就是说他不仅讨厌 而且呢 他还真的是摔神啊 他出卖香港啊 出卖香港的人民 这我们就不说他了啊 但是他公认的摔神 这个可是有事实根据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下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成龙背书拜登对不对 好 那再看看上面 这是谁啊 这是马云 对吧 马云 他背书了马云呢 马云最近发生的什么事情 大家应该知道啊 当然可能很多朋友说 这个只有一张照片呢 其实不止啊 他跟那个马云的这个背书关系啊 也是实际上非常亲密的 你看另外一张 然后呢 这个有人还专门调侃了一下 说经过明察暗访 终于找到了 马云不能够上市的真正原因啊 这个这个说法虽然是一种调侃 但是还真的是成龙魔咒啊 成龙这个摔神 代言谁 谁就要 拜王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所以用在拜登身上 估计也是可以应验的了 所以也就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当然 大家可能知道啊 蚂蚁金服啊 其实我这个问题呢 我也讲过了 蚂蚁金服之所以不能够上市啊 当然这个也算是一个调侃 但是呢 我觉得拜登啊 就是成龙这个摔神 估计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这是今年刚刚发生的事情 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啊 最近还有一件事情 2020年10月份的时候 成龙代言的那个什么 港龙航空近日也破产了 那你可以想见 只要是成龙代言的 几乎都不能够避免破产的命运了 就是他代言的各种各样的 要么就是拜王 要么就是破产 所以成龙的这个魔咒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沉溺的 当然可能很多朋友说 这个不就是今年的这两件事情吗 其实不止两件了 我们继续往回数 其实成龙所代言的东西特别特别多 大家都知道 他喜欢代言各种广告赚钱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董小姐 大家都知道 那个格力电器的董小姐 这个说话比较直 他说这不是我说的 对不对 这是董小姐说的 董明珠小姐 他说有一种企业的死亡 叫成龙代言 叫成龙代言 下面还把这个董小姐的图片放出来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说有一种企业的死亡 叫成龙代言 代言他哪些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代言小霸王倒闭了 这是很早很早的了 对不对 小霸王倒闭了 代言爱多VCD 老总坐牢了 对吧 败亡了 代言那个什么 分皇可乐 分皇可乐没有了 还有代言凯迪汽车 全国财卖了900多两 那这 这一个做一个车企来说 这个简直就是绝对是破产 对不对 失败 然后还有什么 代言霸王洗发水 被查出致癌物质 对吧 那么这就没了吗 对不对 代言思念水饺 被简直含病菌而下架 代言日本三菱汽车发生召回事件 连日本的都不能避免 所以很多朋友说 他只有代言中国的东西 这时候呢 才会发生这个 这个这个陈农魔咒啊 陈农摔神的这个这个魔咒起作用 代言日本的三菱汽车也起作用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很多很多的这个品牌都被陈农的这个摔神给搞破产呢 或者是摔亡了 这个这是全都是应验的 所以这个这个陈农的魔咒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成立的 而且我相信很多朋友看过相关的一些啊广告在电视上啊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什么霸王洗发水至少我是看到过的 还有那个思念水饺我应该也看到过 还有那个什么可乐啊 我应该也也有一点印象 那个霸王小霸王是最早最早的印象印象啊比较模糊了 但是应该是有印象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就是活生生的我们看到的 可能大家当时看到这些广告的时候恐怕还没有想到 哦他代言的东西轮到全部都倒闭了啊 当时可能大家想到哦他代言的东西不错嘛 是吧 结果没想到全部都这样了 所以时间真的是可以应验啊或者是检验 陈农他就是一个摔神 那么这个意味着陈农他代言或者是背书拜登 意味着拜登也是一定要摔亡的 按照这个陈农的摔神的这个定例啊 是吧 所以这个反面呢就意味着拜登败亡 那就意味着川普肯定是能够连任 这样的话呢 川普的连任之路又上了一道保险 那我们一起来感谢陈农啊 感谢陈农啊 陈农做了很多很多的恶心的事情 龌龊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他能够为拜登的背书 然后呢启动他的这个摔神魔咒啊 让拜登败亡 我觉得这个他是对世界人民做的最好最好的一个贡献了 吧 当然我们也希望一切如愿啊 让未来人的预言能够成功应验吧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好 今天的话题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